大家好,今天是我在波兰的第四天 明天是第五天,就是最后一天 以为我11号的话就要回布达佩斯了 昨天我一天都没出去 就在屋里写PhD的proposal 说实话,我对我的博士的申请不是很乐观 因为它瑞典的职位是研究的是汉语文学 Literary,或者是语言学,Linguistic 或者是少数民族的政策 跟我研究的这个领域并不是很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说写了一家我关于移民问题的proposal 因为这次用不上的话,我可以考虑 在其他的申请的时候用一下 然后呢,总感觉浪费了整整一天时间 在做这个事情太RB了 而且我还没有做完,今天晚上回来我还给再做一做 然后就提交上去 现在只是收到了这个匈牙利 这个考文纽斯大学BIS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个硕士 然后我其实现在想什么呢 如果说真的可以让我去读两个硕士的话 比如考文的这个商业信系统和MBA工商管理 这两个一起来念的话呢 我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布达佩斯 因为我可以拿到两个硕士 这样的话我相当于是三个硕士了 但是如果他只要我读一个的话 我现在有点犹豫啊 因为他这个奖金太少了 大概就是2000人民币吧 一个月的工资啊 这叫大狗这闻条小母狗 他在接稳呢 小鬼吓跑了 狗也是这样的 你不能太过于主动是吧 然后呢 同时我还申请了瑞典的这个一个 也是一个硕士 那个硕士的话 说实话没有奖学金 奖学金给我巨老子 这让我很悲观 瑞典的这个考核呀 真是十分的严格 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要求 真是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特别要求你的这个背景 背景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所谓就是出身论 你出身不是这个 你才可以学这个 你出身不是这个 基本上没吸 然后呢 就没办法 所以现在我在等他的offer啊 现在就是 现在我已经确定的是 拿到了这个 区阿利的 然后呢 瑞典的那个硕士 我要等一等 瑞典的博士呢 今天申请 然后 忙活了一天 今天去这个波克兰老城 转一转 哎呀 这几个阳光美女啊 真是漂亮 这四个给我 我还不敢要呢 因为这个销售不喜啊 然后我在这边 坐公交车去老城一趟 前几天川普不来了嘛 然后那天走得匆忙 没有怎么逛 今天仔细看一下 这是什么车呢 这是188的车站 不在这里啊 不在这里 说实话 我不太清楚 我在哪坐车现在 我先不录了 找找车站 嗯